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做精算 首先将蒜头去地 切成厚薄一致的片 放入碗中 用清水清洗一下 去除蒜中的部分大蒜素 大蒜素多的时候 容易粘锅 让蒜片发黑 其实制作精算泥 或者避风糖系列菜时 也会这样处理的 不过有个小技巧 就是将蒜片放入水中掠煮 然后再炸 这样出来的蒜片不发黑 容易变酥 不过缺点是蒜香不足 以后有机会单独展示 通常蒜片可以提前炸好 需要时直接用就可以了 沥干水分的蒜片 放在厨房纸上吸干水分 防止油炸时 油花四溅 锅上火 倒入清油 冷油将蒜片下锅 将火调小 低温慢炸 要随时观察蒜片颜色的变化 一旦锅中的颜色变深 出锅后的颜色会更加深 这点一定要注意 本视频采用了鲜油炸 后烘烤的方式 这样既做了蒜油 又让蒜片保持金黄的色泽 炸成这样时 捞出粒油 再用厨房纸吸去油脂 放空气炸锅中 小火烤制干 脆 这是炸好的蒜油 等一下会用到 墨鱼须420克 等一下加热后会有减损 约为340克 不辣的清煎焦去地 再改成5厘米的段 半个洋葱 去腥 顺着切成条 红椒切成条 黄椒也切成条 烤好的蒜片20克 听听声音 很脆 锅上火 倒入水 在水开后 放入墨鱼须 焯水 墨鱼须是有咸味的 通过焯水 既可以去掉部分咸味 又可以通过预先加热 去除一部分腥味 及多余的水分 焯好水的墨鱼 需要瀝干水分 备用 锅上火 加热 放入炸好的蒜油 先煸香洋葱 然后放青煎焦 接着放盐2.5克 糖2克 牛肉粉2克 胡椒粉1克 少量的水 调味后 快速炒熟洋葱和青煎焦 接着放入墨鱼须 翻炒后 放入红椒 黄椒条 先勾入一些淀粉水 让其汁水裹在原料上 红椒 黄椒粉就可以生食 所以最后放 保持其鲜艳的色感 翻炒后 再淋入一些淀粉 将渗出的汁水 包裹到原料上 之所以分次勾芡 是因为墨鱼须容易渗水 通过这样的操作 既保证鱿鱼的嫩度 又让鱿鱼滋有味 菜肴出锅前 撒上炸好的脆蒜片 再淋入少许蒜油 大功告成 快速地欣赏一下 装盘后的效果 好了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 看看鱿鱼的味道如何 由于鲜嫩 滑爽 蒜香浓郁 推荐大家来试着做一下 若你觉得还不错 就点赞鼓励一下 还有好的视频等着你呢 让我来试着给您的照片 做一下 舶上 接着 请老狗 打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